引诱网购者购买的伎俩 无论是在美国的网购星期一 还是在中国的11月11日光棍节的网购业务 是多么的兴旺 要让网上消费者在购物网站上去点击购买的按键 仍然是所有网路商家们最困难的挑战 在波士顿 一位有两个小男孩的母亲 最近就在一个知名的防水夹克网站上徘徊了许久 而没有购买任何的东西 但接下来的日子里 只要他一上网 就难逃任何从他所去过的网站或其他的网站 送出的防水夹克广告 根据一个总部设在哥本哈根电子商务部门的报告 几乎69%的里面 至少有一件商品在的网上购物车 最后都没有完成交易 这正是销售损失的一大来源 零售商们正试图利用各种网路技术的优势 去追踪这些网上消费者 及搞定这些交易 用被遗留产品的促销广告 来跟踪那些未完成交易的网上消费者 就是一种策略 许多网上零售商也以你好你的橱柜还在这里等做做的标题 发送电子邮件来提醒还有商品人在购物栏里 也有些商店利用短信通知来提醒那些没有完成交易的客户 或者将这些客户引去网上的促销或折扣广告 希望能让留下来的商品更具诱惑力 另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在消费者各种的电子设备上 提供一个单一的数位购物车 也就是说 如果消费者早上在诊所等待医生时 透过智能手机丢在购物车里的物品 稍后当他们在办公室或在家里继续购物时 这些物品便会在电脑或平板电脑里跳了出来 零售商们发现 一个喜欢在行动设备上浏览网店、橱窗的人 稍后会更容易买下留在购物袋里的物品 或许因为许多消费者喜欢在智能手机上 选择他们最想要的商品 之后便会用桌上型或笔记型电脑来下单 然而下单与否的癥结 可能并不是在于产品或价格本身 会导致消费者放弃他们在网上购物车里的物品 也绝非是由于单纯的因素 33%未完成的交易是由于在结账时 发现还要付销售税和运费等额外的费用 另外23%放弃的原因则是消费者被迫要想出一个用户名 和密码并输入个人信息等经常被嫌麻烦的事情来开一个账号 而18%未完成的交易则是因结账的过程相当的繁琐所造成 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西纳艾阳格博士说 从前的消费行为只限于在消费者所居住的城市 及附近地区有限数量的商店里 但现在不管消费者在网上搜寻了多久 他们总是觉得可能还会在别处找到更物美价廉的物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